圣经中的旧约 主要是西伯来文和少数的亚兰文所写成 想要第一手认识圣经 挖掘更深圣经争议 学习西伯来文必不可少 透过每周一句圣经西伯来文解析 及灵修分享 陪伴你轻松学习西伯来文 欢迎收听夏乐老师主讲的 西伯来文轻松读 听众朋友您好 欢迎来到西伯来文轻松读 这一回我们要带大家阅读的经文 大家应该是很有概念 而且也很有印象的 就是生命纪的六章五节 你要尽心尽性尽力 爱耶和华你的神 你要尽心尽性尽力 爱耶和华你的神 听众朋友对这一节经文 应该是非常有兴趣 来学习哦 那不啰嗦 我们现在就来看 讲义里面所写的 这些西伯来语言文的经文 讲义里头有四列 两列的西伯来语言文 跟两列的中文翻译 我们先来看第一列 我们先把第一列的 西伯来语言文念几次 不好念哈 所以请听众朋友 专心听我念 就是你要爱耶和华 你的上帝的意思 再来第二列 第二列的原文 我们也来念几次 第二列 第二列的意思就是 要你尽心尽性尽力 那在翻译上面呢 其实是说 用尽你全部的心 用尽你全部的生命 跟用尽你全部的力气的意思 而第一列是指 你要爱耶和华 你的上帝 用你全部的心 用你全部的生命 用你全部的力气 这样两列加起来 就是所谓的 你要尽心尽性尽力 爱耶和华你的神 接下来呢 我们来看每一个字词 我们来学习每一个字词 第一列的 从右到左 第一个字是 V-A-Haftar V-A-Haftar 这第一个字呢 看起来是有五个西伯来文字母 但是它第一个字母呢 那个V-A-Haftar 其实是And的意思 英文的And 就是以及和怎么样 它其实应该是承袭着六章四节下来的 但是这个没有关系 我们知道就好 接下来呢 A-Haftar是爱 爱的意思 A-Haftar A-Haftar呢 是四个字母 第一个字母是A-A-Lef A-Lef不发音 它是末音字母 不发音 但是它的母音要发音 它的母音是一个长得像小T一样的长母音 发A的音 所以 A-A 再来 第二个西伯来文字母是 Hey Hey Hey呢 在发音上发喝的音 加上它下面呢 长得像一二三四的E 那个E是短母音 A 所以Ha H-A-Ha Ha 再来第三个字母呢 是西伯来文字母Bet 但是 因为它中间没有个黑点 所以它的音不是B的音 是VV V的音 是V 有点像豆腐的V的 那个V的音 那它下面的这两点 像冒号一样的 在这边它不发音 所以A-Haft A-Haft 再来最后一个 就是第四个字母 是Tough Tough Tough呢 它虽然中间有个黑点 好像应该是要念左音 要念的比较重的音 但是这个T 念的比较重 它还是T 所以没什么太大的差 那T的音呢 加上下面的这个小T 发长母音R 所以是Tough Toug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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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爱的意思就是A-Haft A-Haft V-A-Haf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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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第一个字 以及爱 爱 那爱谁呢 爱 后面加一个寿词的记号是et 就是接受爱这个动作的一个受词记号 是et et 这只有两个字母而已 一个字母是A-Lef 它不发音 那下面这两点并排的点呢 它是长母音的A A 第二个字母是Tough 发T的音 所以是et et et 是一个受词记号的意思 它其实通常在中文的翻译里头 它不会翻出来 那受词记号 承接爱的这个动作 爱谁呢 爱你的上帝 爱耶和华 所以亚威呢 是耶和华 就是四个字的神的名字 叫四字神明 亚威 亚威 再来最后一个字 最后一个字词是Eloheha Eloheha是指上帝的意思 Eloheha Eloheha呢 看起来应该是有五个希伯来文字母 第一个字母呢 是A-Lef A-Lef我们已经讲很多次 它不发音 它是末音字母 但是你会发现 常常A-Lef呢 如果放在字首的时候 它下面通常会有个母音 是要发音的 那它下面这个母音呢 你看起来是用五个点 这五个点呢 它发的就是非常短的A A的音 Eloheha的A A 那第二个字母呢 是Lamed 希伯来文字母的Lamed 这个Lamed呢 它在发音上面是发L的音 L的音 而它的母音在哪里呢 它的母音就是左上方的那个黑点 发常母音O的音 所以是L O L 再来第三个字母是 Hey Hey的发音呢 是喝的音 可是你应该要注意到 它下方有一个三个点 像小葡萄一串 其实它还有左上方的那一撇 小葡萄跟这个一撇 其实是组合起来的母音 叫A的音 所以喝加上A就是黑 那再来最后一个字母是 它本来应该念coff 但是它中间没有一个黑点 所以它念hoff hoff的发音通常是发 喝喝的音 也是有点像刚前面那个喝的音 而它中间里面看起来 有一个小T的这个常母音 A还是要发音的 所以是喝啊 那整个整体发音起来就是 就是你的上帝的意思 换句话说 就是已经你要爱你的上帝 耶和华 你要爱耶和华你的上帝 叫 这是第一列 再来第二列的第一个字叫 后面有两个字叫 其实是一样的意思 就是全部的 用你全部的 那个b跟那个f就是用 使用的意思 你全部的 用你全部的 如果你看到b跟f的时候 你可以想象它是英文的with with就是使用你的全部的什么 那bhoor就是用你的全部的 心怎么讲呢 心是le vaf ha le vaf ha le vaf ha 是心 心的意思 那我们先简单看一下 用全部的这个字 用全部的这个字呢 有三个字母 第二个字母是bet 那bet这个字呢 它的发音是发b的音 那跟下面的这两个冒号 它发成a的音 所以就是b b 再来第二个字母是hoff hoff这个音呢 它在发音上是发he的音 下面这个小T呢 它不是发长母音a的音 而是发oh 长母音oh的音 hoff这个字呢 是少数 必须要发oh的音的 而不是发a的音的 那它是其中一个 所以这里要念behoff behoff 后面的这个lamed 因为它没有母音 又放在字尾 所以它发的音 我们把它发成有点像是 比如说像英文 w-i-l-l的那个will 那个oh 那个音 所以是behoff behoff behoff就是用全部的 用全部的 那这里第一个 我们要学的是心 用全部的心 它有四个字母 第一个字母是lamed 发le的音 下面呢 这个冒号发a 所以这里是le le vaff ha le的音 那再来它第二个 跟第三个都是bet 但是因为中间没有黑点 所以两个音呢 都念fu的音 fu的音 那第二个字母的 下面的母音是 长母音 a 小t 长母音 a 所以是fa fa 第三个 一样是念fu 但是它下面那个冒号 它不发音 所以就变是le vaff le vaff 那le vaff 后面最后一个字是 haf haf fa 喝的音 加上小t a的音 所以是ha 所以心呢 这个字就变成le vaff ha le vaff ha 用你全部的心 叫beho le vaff ha beho le vaff ha 再来 用全部的生命 这个用全部呢 前面是beho 而中间 这个是 u forho u forho u forho 如果这个u这个字呢 其实也是英文的and 它的一个变化 所以这里u就是and 那forho 跟前面的beho 其实差别就在于 它的第一个bet 一个有黑点 一个没黑点 那这里的没有黑点 就念fa forho 而不是beho forho u forho 是用全部 用全部的 再来呢 这里所谓的生命 就是尽性的那个性 其实是指生命 那生命是nafsheha nafsheha 一样有四个字母 第一个字母是 希伯来文字母 nun nun 它发ne的音 加上下面的这个短母音 a 所以是na na 那第二个字是fei fei的音是 发音上是发fu 也是fu的音 下面的两点冒号不发音 所以是nafu nafu 再来第三个 像山一样的字 它的黑点在右上方 所以这是 希伯来文字母 shin 发音是发 许的音 许的音 加上它下面这个冒号 它发 呃的音 所以是 shir nafshe nafshe 那最后一个字 就是我们刚学过的 ha的音 整个字是ha 所以是nafsheha nafsheha 就是用全部的生命 的那个生命的意思 ufahor nafshe ha ufahor nafshe ha 用全部的生命 那最后一组呢 ufahor meldeha 是指用全部的力气 这里的ufahor 跟前面第二组 我们学的一样 就用全部的 所以我们这里就不讲 再来最后一个字 就是力气 力气的意思 它有四个字母 第一个字母 是希伯来文字母men men呢 一样它的发音是发me me 那下面的这个冒号 发呃 所以是me me 那第二个字呢 是alef不发音 可是它的母音 在左上方的这个黑点 发长母音 o 所以是meo meo 再来第三个字母 是dalet 希伯来文字母dalet 发音发d的音 而下面这一串小葡萄发 短母音a 所以是de meo dei 最后一个字是ha 所以meo deha meo deha 是力气的意思 所以这最后一组就是 用尽全部的力气 用尽你 全部的力气 叫 ufahor meo deha ufahor meo deha 就是用尽全部的力气 好 那这一列我们再看一次 总共三组 第一组是用尽你全部的心 叫尽心 bohor le vavha bohor le vavha bohor le vavha 那第二组是尽心 就是只用你全部的生命 叫ufahor nafsheha ufahor nafsheha 再来第三组是 用尽你全部的力气 就是尽力 ufahor meo deha 就是尽心 尽心 尽力 爱主耶和华 你的神 那第一列 我们再来 附送几次 vahavta et yavay elohéha vahavta et yavay elohéha 你要爱耶和华 你的上帝 或你要爱你的上帝 耶和华 都可以 vahavta et yavay elohéha vahavta 以及你要爱 et 谁呢 亚为 耶和华 你要爱耶和华 elohéha 你的上帝 vahavta et yavay elohéha 那要怎么爱呢 用你全部的心 vahav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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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尽你全部的心 以及用尽你全部的生命 vahav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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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及用尽你全部的力气 尽力 vahav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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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帝透过圣经 启示他自己 对圣经语言的精确理解 可以增进对上帝的认识 想在神的话语中 找到珍贵的宝藏吗 欢迎继续收听 向乐老师主讲的 希伯来文轻松读 接下来呢 我们就要来看 生命纪六章五节 这一节经文的解析 生命纪的六章四到九节呢 是著名的犹太人的祷告文 这个祷告文呢 我们先把六章四节到九节念一遍 以色列啊 你要听 耶和华 我们神是独一的主 你要尽心尽性尽力 爱耶和华 你的神 我今日所吩咐你的话 都要记在心上 也要殷勤教训你的儿女 无论你坐在家里 行在路上 躺下 起来 都要谈论 也要细在手上为记号 戴在额上为经文 又要写在你房屋的门框上 并你的城门上 这生命纪的六章四到九节呢 被称为 Shamah Israel 也就是第四节开头的 我们刚讲的 以色列啊 你要听的这个原文 Shamah是听的意思 在希伯来文原文中 写在前面 换句话说 就是要你要听啊 以色列 那除了这一章的四到九节之外 犹太人每天早晚 要祷告背诵的Shamah 还包括了生命纪的十一章 十三到二十一节 和民数纪的十五章 三十七到四十一节 这些章节的重点就是说 耶和华是独一的主 你要尽心尽性尽力爱耶和华 你的神 相信呢 只有一位真神是以色列民族 有别于当时多神的崇拜的 其他民族 最显著的特征了 独一呢 在希伯来文是Ehat 确切的意思就是合而为一 而不是单一的意思 三为一体 神的奥秘 在摩西所用的这个字 就表明出来了 尽管犹太教徒 至今还不承认神是三为一体的 尽心尽性尽力 在中文的新译本里面 被翻译成全心全性全力 更贴近的原文 静这个字呢 有时会误导为努力一下的意思 这显然不是神的旨意 神要我们全然为生 毫无保留的去爱他 全心爱神是指用全部的情感 和渴望来爱神 而全性来爱神指的是 你要用你的全部意志和信念来爱神 那全力呢 表示不惜一切代价的执着跟努力 要爱耶和华你的上帝 主耶稣读的圣经 跟我们现在读的旧约是一样的 他在马可福音十二章三十到三十一节说 你要全心全性 全意全力 爱主你的神 其次是要爱人如己 再没有别的贱命 比这两条更重要的了 也是直接引用了玄骂 并且加上了权益 就是all your mind 也就是用全部的思想和理智来爱神 主耶稣呢 称他为最大的诫命和律法的总纲的首要 摩西和耶稣为神的子民 指出了守住律法的同一个 也就是唯一的方向 全然爱神 正如约翰一书五章二到三节 我们若爱神又遵守他的诫命 从此就知道我们爱神的儿女 我们遵守神的诫命 这就是爱他了 并且他的诫命不是难守的 神期待我们爱他 因为他先爱我们 只有当我们明白 神的爱有何等长阔高深时 我们才会被爱激励去回应神的爱 于是我们也才能够超越律法 这也就是为什么爱神是最大的诫命 在这一段的学骂当中 摩西又强调要牢记神的话语 要记在心上 相对于忘记 要用很多的方法去记住神的话 今天犹太人的住处 普遍都有经文写在房屋的门框上 又有正统犹太教徒 把经文系在手上和带在额头上 但是其实最好的方法是教导人 为了教导人自己要先学习和理解 又要谈论 多多谈论才会消化 有助于牢记 牢记之后就要行出来 行出耶和华眼中看为正 看为善的你都要遵行 使你可以享福 这当然也就是行道 把神的话画成自己的生活方式 这样也可以避免试探神 试探当然就是以自己的意思 去规定神该做什么 并且要神照自己的要求去做事 否则就不信他 也不跟从他 所以我们今天 必须要把这句的 是吗 就是是吗 这句话牢牢记在心底 你要尽心尽信 尽力 爱耶和华 你的神 我们再来把 希伯来的原文念个两次 你要尽心尽力 爱耶和你的神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